打赢了红金宝,和成龙李连杰杰院,抗癌20年巨事时只有真子丹送刑。 功夫片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里的一大瑰宝,无数人深受相互情怀,武侠气概的薰陶。 看过王家卫导演指导的一代宗师的朋友,应该对于门派宗师会有更多的感受,这部电影将一代武学夜问的传奇一生都通过镜头语言展现了出来。 而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朋友介绍的是当仁不让的一代宗师,他就是堪称殿堂级功夫大师的刘家良。 他的家族就是为功夫而生,刘家良的父亲名叫刘战,是香港著名电影导演,他也是黄飞红迪传的弟子林世荣的徒弟,刘家良的弟弟是香港动作指导和导演的刘家荣,他败把子的兄弟是香港动作演员刘家辉。 刘家良是红泉一代宗师,他的一生也见证了武术界与电影圈的光辉岁月。 要说他有多么厉害,或许红金宝的亲口之言能够告诉我们答案。 红金宝与刘家良曾在红金宝指导的电影《群龙戏凤》中有过合作,戏中红金宝和励志两人为了躲避仇敌,误闯入刘家良饰演的独唱老板的地盘,按照剧情发展,两人决斗了一番。 擅长硬桥硬桥硬马,全拳道肉的刘师傅自然将红金宝饰演的矛头小子狠狠教训了一番,逼试完后,刘家良说,飞仔,你真棒,我打了这么久的架,只有你一个令我害怕。 红金宝回敬说,你也不赖,我打架这么久,你是第一个打赢我的。 刘家良能够战胜叹叉风云的红金宝,他与另外两位功夫巨星李连杰,成龙也有不浅的渊源。 江湖流传著刘师傅与成龙,李连杰杰怨不和的消息已久,今天杰让我们来了解以下其中的故事。 拥有真正真功夫的刘家良是黄飞红的传承人,出自门派宗师的他认为成龙缺乏功夫底子,在电影中的表演也多是没有章法的杂耍功夫,两人的武术理念也不尽相同。 刘家良作为李小龙事后最为推崇的功夫大佬,之后他的地位被成龙的功夫戏剧打破,到了八十年代,刘家良已被老大家渐渐地不再是应影业市场的发展,之后开始尝试做出改变,也就开始与新议程合作了多部影片。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和成龙合作的《最全2》,本身就是导演的刘家良一直以来都有著自己鲜明的风格特色,但这部《最全2》则充分展现了成龙的功夫喜剧。 一个推崇纯正的功夫片,一个喜好杂耀和功夫相结合,两人的合作自然不太顺畅,之后刘家良亲自操刀指导的《最全3》就没有与成龙合作,但获得的反响平平。 但这部影片也让观众对美艳动人的李嘉欣更为赞赏。 他与一代功夫皇帝李连杰也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合作,并且是仅有一次的合作,当年1982年一部少林寺让才18岁的李连杰拥有了超高的人气,成为了我们内地最当红的功夫明星。 当时邵氏影业觉得李连杰大有光景,便邀请刘家良来到内地合作拍摄《南北少林》,这部影片基本上是延期了《少林寺》的班底,于是刘家良和李连杰有了唯一的一次合作。 对于两人合作不愉快的原因,据说是和演员待遇差别有关,当时李连杰觉得剧组对香港演员和内地演员差别对待,甚至在吃住方面也显示出区别对待,因此两人多次发生矛盾。 一时之间,年轻气盛的李连杰都产生了放弃电影事业的念头。 武术医生的刘家良也曾遭受注癌症的折磨,94年他被诊断出患上淋巴癌肿瘤,11年出现骨髓并发症,与病痛抗争近20年的他在13年离世,享年79岁。 刘家良的葬礼可以说是来了香港大半个演艺圈啊,比如他的得意弟子郑少秋和陈百祥,还有很多合作过的大外演员珍子丹、吴玛、汪明泉、石天等悉数道场,江大卫、陈百祥等为前辈刘家良扶灵,算是对一股老前辈的尊重。 听说 contro兰巧予有初步不见,准备见了开车。 或许真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,不论与刘师傅合作过的成龙、李连杰是否消解了曾经的冲突,我们都要对刘师傅得一声表示最大的尊敬。 相关资料来源 B1%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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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考来源